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今天我们来聊聊双鱼座和谁结合最幸福 1.水瓶座 水瓶座和双鱼座的爱情是浪漫的 也是很让人羡慕的 它们对于爱情和生活要求很简单 就是快乐就好 水瓶座是一个非常会制造浪漫的新作 经常会给双鱼座带来惊喜 这正是双鱼座最向往的爱情的样子 而双鱼座本身就是一个爱情至上的新作 既可以是粘人的小妖精 也可以偶尔分开一下 感受相思之苦 它们的爱情永远不会厌倦对方 2.摩羯座 摩羯思虑谨慎 和双鱼可以彼此互相照顾 双鱼先天泪水多 是个易变动的新作 感情较不易稳定 摩羯则是踏实的土象新作 无论是生活还是人格发展上 双鱼和摩羯也基本上是相合的 但是也许要花上一段时间来考验 主要是摩羯对爱情觉醒度不高 行动力有低 它可以默默在双鱼背后守候 但浪漫对它而言则是轻浮的东西 若是能适应摩羯保守又传统的爱情方式 打开它的心扉 将会成为一对互信互爱的监视组合 3.巨蟹座 巨蟹在双鱼低潮时会永远鼓励它 这两个同属水象新作 在个性及思考模式方面都很类似 巨蟹重视安稳于实际的爱情 双鱼要求全心全意的爱恋与照顾 而双方都缺乏安全感 所以若双鱼和巨蟹的爱情展开以后 彼此是能够成为一对如胶似气的恩爱组合 4.天蝎座 天蝎虽然容易生气 但很有爱心 天蝎和双鱼同属水象新作 投缘的比率十分高 且两人都非常敏感 知觉很强 天蝎通常有超凡入胜的神秘力量 双鱼也不含糊 所以磁场相近 电流也一接就通 会是使各颜色就能互通有无的组合 双鱼的敏感是因为感受性很强 所以有艺术家的气质 看到夕阳余晖双鱼都可能会感动流泪 无心的一句话也可能刺伤它 这两个星座都是十分敏感的人 也因此容易彼此受伤 即使是素配指数达到100的星座 感情也还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互相尊重 才能真正长长久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的观看